今天見怪不怪的乾爆 為什麼呢? 其實這東西我還沒有極運 我又不是說分手 那個原因是為什麼呢? 我懶得拆我會覺得拆極運很無聊 我不知道你們這些老手怎麼拆 但如果你叫我拆極運 那天我失去了那個遊戲 你這樣玩呢 你很快玩厭力的 所以我很少拆極運 除了合作活動這些我覺得比較特別 可以拆一下之外 其實基本上你任何時候打到 就不急著拆 所以其實我大部份的極運 都是全部合作活動 很少說是這些超究極 爆絕那些 超絕那些 我好少 何況他們的性能不是特別常用 我都不會拆 可能說多一點點 今次為什麼拍片呢? 其實我真的悶了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拍 我又不要好像以前那樣停筋 那我都要交過的 就是這樣是一種侮辱的 身為一個拍怪彈 但又不肯拍 即是三四個月都不拍 我會被人吵死 那當日可能觀看了就比較低 本身不出名 沒有所謂的 聽說 但也不是 所以這幾天都沒有工作 你看看吧 你看看我這幾天都會出片 這次帶什麼隊呢? 帶了這個 我詳細加多少攻 我不算了 自己看 因為我都懶得拆 尤其是隔壁那顆硬是拆不到爆金火加攻 還有會相同 神經病 即是你越拆得多加擊火 越容易中 即是重科那些 開了都不定 因為我其他重也有 例如炭治郎 那可能我就算拆到一顆金火加攻 可能會擊中加擊速 又撞到炭治郎 很麻煩 所以我也懶得拆了 因為我不是同一隻東西 沒得用那個步驟 沒問題 不要理會了 那就讓我看看 就算有一個也不夠 拆過又是另一個 很難忘記的設定 即是為什麼你可以給玩家玩的設定 因為拆過又要拼機率 拼到金火加攻又不是一回事 拼到不然是LV2或者爆金火加攻又不能吃 整隻東西又不能吃 因為很麻煩 那算了吧 那這裏我多久的攻勢 不知道加攻 我印象是否加攻12000 或者12000發 我印象我真的不清楚 因為我真的 很久之前計算了這條數 那隔壁那顆波也沒有變 或者其他波也沒有打過 那這隊其實加攻夠 我不想不到 就好啦 我快要打越危險 就比較少 我不夠 我畢生竟然有一天打這關 我打到瓶死了 神經病 我第一次打這關 打到瓶血 我不是試過 接待那次 沒找黑屬 整個隊已經死了 我試過了 那 那 沒有報過我 我雞幸 你千萬不要 不過這個隊 危險啦 其實看到剛才的劍 起碼夾了我 大約 有沒有7萬 沒有 我試過 差不多 差不多 六萬幾十萬 所以其實很危險 我自己很懶貌 因為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打這個隊 打算試試玩接袋 你要記得我說 只要你不是去什麼 就是拆的 那為什麼打這個隊 嗯 真的沒有 因為我免得拆 拆極運的無聊 我打算開過 開圍賽 對 這裡是開圍賽的 因為你之前 拆極運 你帶同一個隊 當然可以轉一下 但是你永遠都不會玩得其他東西 就是你要接待 因為次前你要拆極運 就是一定要同一個 你專注的同一個 就是我 Fucking 瘋狂 這樣帶極運 只需打贏就是 這樣就沒有什麼目標 那他的決定 既然也要打 應該要帶一些帥哥 去玩一陣 先 玩到SS 那些 所以我決定 打一打這個隊 來玩一下 那我打算打隔雷 為什麼呢 其實最主要是 因為我打算 接待隔雷 因為隔雷其實 SX是大了很多 一收回來 如果你隔離 SX之後 你整個遊戲最強的 SX是他吃 是他吃 好運化 我也不知道 偉西弄了這麼強 他那時候的宣傳片 其實是想到的 但我實際上 我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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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 總之就是厲害 你要我形容 我形容不到他們 就是一種 很古詐力強 因為我現在 要插血 不是 上面那兩條屁弟 我已經殺了他 因為我沒什麼重 可以清一下 螢蟹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這樣 所以 behaviour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空間的空間 我還想過板 我不想停留這隻板 這不是的 傻孩子 我待會再做一下Session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以為可以不要動 我以為可以這樣 為什麼又想到直的 不過很容易 我彈不直 很快 可以了 看看可不可以 大佬的影片 看看 會加工的 會忘記 在這裡加工 你當是12500 我都沒有了 但是 YES 收拾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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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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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了 我影片不是這樣完 喂 我還未說完 不過算了 可能多廢話 那隔壘馬上收我 好 今次到這裡 下次再見 嘩 3顆蛋 爽 爽 OK 好像比不找大極控隊 好 拜拜 好啊 今天就叫平常談 今天就 拜拜